你 你小艾力不够前程 也要在今日保住金安斯 这是为什么 保长安黎明 你是第一天来抢安官抢吗 是吧 金安斯乃太子 在圣人面前的头一份试采 礼币自然是图个办好 取悦太子 警察府给了消息 当年万年县县卫谭同寿 被张晓晴勾杀一案 领有引擎 结案卷宗只言两人因公事 生了嫌隙 但经兆府还有一份密藏口供 是谭同寿从人自杀前算过 天保二年八月 雄伙邦于安业方第六届 连续打杀百姓 商人商铺五人 谭同寿代不良人赶赴现场 却是围观步步 并于结案书中言 是这些被杀者先动的事 张晓晴杀了熊火帮三十四人以后 谭同寿才责称 张晓晴手下不良人 抓捕张晓晴也未曾反抗 后来 谭同寿独自身闻张晓晴的事 不知两人说了什么 突然就被张晓晴勾杀了 安业方第六届 安业方第六届 公布后来在此处建成了 小鹏律师官 就是什么人要有限 小晓晴可确确 经照付密信 你又是如何查出的 三女查完得知 三女 虽然还算可用 张晓晴是如何 被静恩寺选中的 大案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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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的水 回来了 嗯 从平康芳到此处 妖公走了半个时辰 去哪儿了 金照付 我就想不明白张晓晴 他亲手杀了自己的暗装 又自断一致赔罪 自断一致 对 难道他只是为了给金恩寺长案 你又不能给他什么好处 他凭什么如此报名 不合情理 他的注册经历我看了 杀三十四人的一段说得模糊 我去到金照府找朋友聊了聊 张晓晴能一举击杀凶火帮三十四人 原是为了复仇 凶火帮结伙 骗几个百姓到茶楼会谈 待人家一进门 就诸一家人赐死 四者其中一人 承袭不良人 常见张晓晴出入此人家中 似乎两下交好 此人名叫文武警 你也查到了 此次查案 张晓晴如此薄名 是不是 另有所图 张晓晴的注册经历 为何对其最有语言不详 这些年 我当卷宗暗都 大不如从前 都记得术后草率 语言不详 死成不舍不知道 那徐主是怎么知道 张晓晴符合我的要求 不是师母知道 是大安多数知道 不能再等了 我们必须现在出发 我是官府的人 我有内情啊 江湖的城市 别想拖延时间 花板 动手 好 是大安多数 是大安多数 公事啊 发哥 你中了长安人的诡计 你是傻子吗 你哭了女儿 只想着她将来过好日子 发哥 不要逢我去 我们还没有 我们要继续活 给我的眼睛挖住了 白灯还对一尾 中国的精神 我 早不然 我们都想过你 我们想活着 见一个像一个严徒女儿 你 你说你能给我们什么 给我指我别 承恩于徒 我画得出 七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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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公务 要不要败一点 这是宋人的事 再大的公务也得等 七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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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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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王将军的女儿可是我们的规客 不认识你们 你也是被太阳进来的吗 话 长安于途 你阿爷要是在三岗河见到你 会很高兴吧 不要长安前途 只要一处 只要我们攻击此处 长安就怕了 还要让我们全身而退 那你们要哪儿呢 你觉得哪儿合适 你叫什么 郑小静 郑小静 你叛逃 武职福色 当过兵 我阿爷说过 大唐军事敌人面前 命死不败 你阿爷 只是看过敌人从前面冲过来 被人背后捅刀子的滋味 他还没尝过呢 我阿爷说过 很多时候别人怎么做他管不了 他只能先管好自己 这话有人也总说 先别管别人了 咱先办好咱自己的事 这原理这啥事报呢 咋了 援军不斗 还不当大唐的兵了 我们坐那边去 此时要是我还回不来 以后你得去长安啊 我女儿有你负责 你干吗 还要去打网啊 都等着吃肉过灯节呢 南边也有贼人 当时派凶仆的时候 要知道南边有贼人 打死我也不成能 现在没辙了 说都说了 我得去办 那一起 你负责尾浪 我补浪 你就算了吧 你们这样的奴手 一千多个兵里选一个 金贵的 我正是帮你打量的 你就守在这儿 如果敌军趁天黑爬上来 你替我多杀他一半 放心吧 我老了 特怕死 没事吧 来 帮我卸架 看看看看 更快 跳舞 去吧 到这边 来 我做什么 我做什么 来 这边 来 我去吧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辈子你就是个老瘸子吧 你个小偷才子 走吧 兄弟们 谢谢 谢谢你们 兄弟们等了回去不抱歉了 没错啊 劫里俗气 他让人想活着 心里都有劲 太好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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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瞧瞧 这把给你 给我留的全是好肉啊 慢点啊 有你们在 我再爱一件都值了 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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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有一种预感 等咱打完了仗 后半辈子全是福报 福报 福报 等我回到长安 把相互都恢复了 大伙都到我那儿住啊 咱兄弟天天见面 这人死在长安了 你这是给他们画的何处 大唐如今 对位高权重者是谁啊 又香 快点画 张晓静 长安人 自幼顽劣 自称尤霞尔 仗剑四方游走 就历十三年 成为大唐第一批募兵 先在信安王府中 后被调往安息都护府 驻守博幻城 就历二十三年 于封碎堡之意后 被调回长安 任长安万年县不良帅 就历二十三年 封碎堡 就是又香刚领兵部尚书的那一年 当年安息的护府领军的是盖家运 封碎堡战役 盖家运久未增援 已知折损第三十三折重府 第八团二百一十一人 只活下来求人 张晓静就是求人之一 事后盖家运曾四处散步 说是兵部当时迟迟不准大军出动 张晓静从塞外回来之后 不良帅做得如何 张晓静来长安九年 未有家世未有私宅 常驻万年县公邪 据说因鸡贼捕道狠辣无情 得罪者中 又因手下豢养大批暗状 秘密甚多 怕带累家人 唯一私下亡来者 就是于安夜坊拆见身亡的文无忌 文无忌 也是封碎堡战役后 幸存的求人之一 有意思 有意思 如此算来 林某的 还算是他的仇人 阿朗无需多虑 张晓静一人而已 他和阿朗怎么不了 何况 永王得知他今日出了死牢 以命令熊和汪 出面为难 永王为何出手啊 还不是 暗夜坊拆见的事吗 张晓静杀了谭同寿之后 消失了两个时辰 才自行到查安县自身 这两个时辰 他去了哪儿 暗渡上病危机散 据积根差池 他是趁永王打马球之机 掳走了永王 后永王对外成平越狱 未曾漏命 怪不得毕师见到永王 他头面有伤啊 四方 告诉甘寿城 今夜 送我去公宴的 幼宵位 元树 增牌一杯 收 好 静安寺 境界办案之遥 其用对我和永王 心怀不满者 而且 还是个难以管控的死球 太子心机 神不可测 世人 如此 际飞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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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神 白日河断斩 百年不已到 曾穷好好 万劫茫茫海潮 马骨吹两笔 一半一成霜 不若天空见玉女 大笑一千长 不若天空见玉女 贵车挂浮走 北斗斟斟斟斟灼灰酒 全龙银鱼香 不愧非所愿 与人出眼光 南山 白日和湯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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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場 就要問他了 公子 很兴趣别 就是這一點讓我覺得很古怪 譚琪 你是怎麼覺得和一個人很投緣的 他所做的選擇 我覺得都對 都喜歡 那他要是知道你喜歡什麼 刻意逃你喜歡 那要看目的 目的 要這個女人做智 再加上你們五十個好手 今天要是再抓不住張曉晉的話 熊虎方的臉 可就徹底掉在地上撿不起來了 在長安 沒有臉 還做什麼人 是必定要堅持 我弄死了張曉晉 我跟前一個個都別想過錢了 什麼 龔大龍要張曉晉 想跟他的主人送劫裡 活著的才能心裡懈恥 這你們都不懂 我是說 我根本沒本事 活著張曉晉 可 怎麼沒本事還敢要臉 住嘴 你們幾個 帶著這個女人 大大方方地從前門進 不管今天宅子裡發生什麼情況 一定要捉住張曉晉 走 是 再來 這女人帶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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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不是冠軍 看船著不是長安的 快走 是來殺你的 不是來幫你抓人的 聽為你是毒了嗎 你只不過就是一條狗屋 大家彼死 彼死 放开我 把门打我 把门打开 把门打开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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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韵欣防守医护 撤吧 那个你们都赢丢了 这儿防守回去 从包主飞罢了我们都别做过面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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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这个女人换起来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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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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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中史 我们初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 天保 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晨 大约是卯十二可 于曲江池边 彼时司成 正在例行拜会合间 施主是家住安业坊 为何一大早跨树坊 去曲江池 徐某当时说了 安业坊可成都之处 彼时正大兴土木 索性就走远些 是 司成以为 徐某是故意去到那里 结识司成 有堂一代 才子皆忙着干一夜败回权贵 生怕才华不得现扬 是徐主是这样有才华的人 却不肯高升 实在有悲长力 那徐某接近司成有何好处呢 司成彼时只是一个代赵汉磊 义无品尖 散仙一般的人物 且徐某在户部是从八品下 凭调入金安司 还是个从八品下 徐某做不了官 左官需要和人打交道 久了 便会和司成一样 谁都不甘心 谁都不甘心 徐某知道司成为难 可是张都尉 已经查到了狼卫确切的据点 只要崔礼帅带人赶到 一举将他们拿下 那司成的事情 就算做好了 我都收了你们 你跟张都尽到底什么关系 你赶紧给我松开呀 我告诉你们 我当时对大台的事很重要 我阿姨现在正在西域作战呢 我不能为人挟持你这日的 你赶紧给我松开呀 那可不是以后的事 长安不一定过得了今天 天司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要救我恩公活命 他活不了 他方才已经画了 右相府的防御图给狼卫 他已经叛唐了 他如果不是一心给大唐败事 怎么会把自己陷到这儿来 画个相府图就叫叛唐了 大将军之女 你可真有眼光 他詹小静今天就算能活着出去 也敌不过通敌的溺罪 放开 放开 你快上落法国 抓住他们 快去 快去 真是狼狐 一个活口都不留 走 殿下 有差的命令还没到 我们死了也没功劳 放开 有差的任务 还需要有人去完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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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快慢 快快 快快快 快快死了 快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快快 好紀讯 快快快 他 我害了这么多兄弟 该听你的 早点了杀了人的野狗 是哪只狗奴杀了推六郎 快走 你先走 回家乡 你的女儿才刚七岁 靠她自己是活不成的 快走 那条长安狗的舌头是我拔出来的 那你知道方才为什么没射死你 因为你跟你阿兄一样 没用 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为人提阿兄 为人提阿兄 走 警察 所见三方的五从哪儿过来 这东方赶着什么手进来的贼人 他要手前周到可业人等 全部让一个贼人错过了 姑娘名气 姑娘今日为大唐捐区 推进四魂卫姑娘请加奖令 她是王中四的女儿 你想在大唐建功立业 我弄死她你这辈子无望 回来 李子放下 你不信她是王严肖 我也不信 不如弄死了试试看 看你能倒多大霉 把放下了 我放 用绳子把自己捆起来 捆起你 两害相权 今日你放走我们 看你的罪责还算轻一点 回去 张晓晴在哪儿 你妈在我告诉你 拿文权吗 文权 你放我 我如果说出来我不是王严肖 你就完了 那你永远也别想知道张晓晴的下落 使用给我 快走 快上来 快上来 你在陈州还有多少同党 就算只剩我们两个人 今日长安也别想好过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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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天静静蓝 微霜起起点色寒 心事恒过目 静坐流泪卷 不心阴切长短 归来看去明镜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长相思在长安 华为秋天静静蓝 微霜起起点色痕 心事恒过目 静坐流泪卷 不心阴切长短 未来看去明镜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